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至于观众有一传在传 能财又财不透 的新鲜神秘感 但实际上剧情中和苍蓝诀一样有很新引力团队之所 她的圆著小说人气相当高 然后就是人设 宋艺试演的和苍蓝剧小兰花有点响 而自知的立志交付黑的设定 虽然内心喜欢自由但不得不被破坏的设定 但还是和于书记的聪明都挺出一片新天地 宋艺试演的男主们小说《黑莲花工业手册》 原著是穿护书的设定 实际上新书学系女大学生明明的感情 偶然穿认真狗血玄幻小说爱之人能 变成她最讨厌的炮灰一份平安喜乐 结果被破完成固执任务 调拨男女主接关系 宋艺试很手辣的病交黑莲花囊的面围 结果《黑莲花囊》 证明直接表明自己站在女主的立场 三观超正来前等得有道理 再然后《流水调调》原本传出式的演员主演 但像美歌之后最终由人家伦搭配的 男女主都是公认的实力派兼偶像派演员 前缘演技派 人家伦主演的股东 值得一提的事 今年宋艺和白晋平被曝光了 李军初相识就没有福真情 而李兰迪虽然被认为古装扮相 不是最美的 但她是看着也毫无违和感 《流水调调》简直一部古装无侠剧 很多原著教说是比较早期写的 小说全谋的部分比重比较大 故事竞亭的影响力确实大 因为她的作品数量可能没有那么多 但作为演员 她在拥有的认识美颜的月落成高度 一开始就有很多鼓高 招伤能力由此可见 剧中饰演男二犯派 三人经历了一段七美动人的纠葛店 人家伦和学义 爱而不得的落寞 感觉很带感验 剩余配角也都是演技经验的演员 交葬张绊刚 王处然 独克 和盛讯和杨幂勇黛 赵子奇等老细作打造的古装剧 不光为这男原主的传出是杨幂要有故事 然而后来都有每个人的感情心和固事线 之后换成了张绊一要搭档王处然 这对也让人有期待感 大家都笑说张绊一是最好的制作团队的亲儿子 他先是搭档王处然的优秀团队 不管是特效还是被鼠头 无可挑剔 接触用和人力下作之谜 所有演员的装容和服装都勘承 摩扮 一眼看上去就是环利 由王游表示 简直都是以腾讯最受主目的大A剧 交葬剧情热度不断点 根据《终于在四十一小时》 庞上破了一半的播放说改编 打破了最快破换季度 这一状剧不仅让男主在交费时 就像女主 而女主恰巧识意误人男主 是自己想过 男主想利用女主引出破坏头具的代表 白敬廷和宋里都是当下被受主目的影视迷信 然而此次在长风度中的表现 也被跟男主旗鼓相当的土匪头 王处然的古装长风度 两部破坏的暴剧 而宋里则有最续合档 值得期待 这也让不仅定有开始对比两人 承欢季杨子 徐凯 杨子 徐凯的承欢季中女王 长风度的热度不断弹生 让人们再次感受到观众们 都能开出高热度 同时 此次两人合作的承欢季 是一部也在不断地努力和用心 为观众们呈现出了如此优秀的作品 《导演指导》 作为一部 以唐朝为背景的服装剧 长风度的故事 出现紧凑 和服装造型精致 演员脚也出色 让人们仿佛穿越 屁肝如何呢 除了故事情节和演员表现 长风度在制作方面 也十分用心 在母亲刘婉宇的催促下 与男友设计 音乐配乐等 都经过了精心的策划和准备 为观众们呈现出一个 更加真实 宏伟的唐朝世界 长风度的成功 也反映出了好的 聚集不分国界和类型的道理 不仅在国内被受蠢目 在工作上更专心 说到了不少观众的心爱 最说明了 优秀的剧集是能够 突破酒店和地域障碍的 只要有好的故事 和经历的制作 就能吸引到 全球观众的关注 总的来说 感情度的成功 不仅是一次破碗 纪录制作 更是对整个影视行业的一次提醒 好的剧集 需要优秀的制作团队 和演员的共同努力 只有录剧版由何瑞贤 搭档和演至新 才能创作出于 郑仲萌下的小花 但他显然没有白度 我们也期待着 未来更多的影视作品 能够向着角色 是以家人 成为全球观众 共同出现在的 精品之作